牟子垂下 黄金面具下 没人瞧得清她的表情 她的眼神落在 命运的身上 有瞬间的危险意味 树下的命运 只觉得背后一寒 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 她豁然回头 寻着方才的感觉 伶俐地看过去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一瞬间 楚黎已经揽着苏木槿的腰 无声无息地 窜到另外一个大树上 她嘀嘀地笑 哼 你这个未婚夫 倒是挺警惕的 苏木槿厌恶地别过头去 楚黎呵呵一笑 压低了声音 哼哼 说起来宁愈 可是京城中 名门贵女们心中 不二的夫婿人选 年纪轻轻有身份 有地位 还有能力 我倒是好奇 为何偏偏 你对她那般讨厌 非要毁昏不可 话像极了玩笑 却又淡淡地试探意味 与你喝干 提到宁愈 苏木槿的声音 一下子便冷了下来 楚黎眯着眼睛观察她 却发现 她眸子厌恶的深处 还藏着一抹深切的恨 那种恨不得把对方 碎尸万段 无马分尸的恨 呵呵呵 她嘀嘀一笑 后间发出低沉的成熟男子 才有的沙哑和诱惑 只是怕你日后嫁给我一个面容敬慧 身体残疾的世子 心有不甘 虽然都是世子 可差别不是一般的大呀 可惜了 你是觉得我配不上你 楚黎一愣 几乎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个苏木槿果然是个有趣的孩子 是的 孩子 他比苏木槿大了整整九岁 在他眼里 苏木槿可不就是个孩子吗 他指着和男子纠缠在一起的流逝 用不用我帮忙教训他 不用 苏木槿毫不犹豫地拒绝 自己的愁自己报 才能体会到快感 一瞬间楚黎又想笑了 这个苏木槿简直太对他的口味了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呢 那你打算怎么对付他 他有些期待了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众人失神间 孙嬷嬷一下子扑上来 放开我家夫人 他长得人高马大 瞧见刘氏被欺负 当然不肯站在一旁待着 跑上前去和男子扭打了起来 刘氏趁机从男子的身下爬了出来 他现在比从山洞里丢出来的时候 更加狼狈 一身的华服 如今只剩下最外面的一层 蟹衣蟹裤都被剥落在山洞里 稍稍一动就春光乍现 脚下的绣鞋也不见了 正常的女子早就缩在一团了 她竟然还能跟人缠打起来 头上戴得如意金簪早就不知所踪 挽起的头发凌乱地散在肩膀 再加上一脸的眼泪鼻涕 简直比深山中的野人还不如 许多人都厌恶地别过眼去 刘氏不管不顾地扑到苏清云的身上 老爷救我呀 苏清云的态度十分明显 也十分强硬 他一把推开了刘氏 如果他想护住刘氏 早在瞧见他的时候 就给他披上了披风 只可惜刘氏把他当成救命稻草 压根就没能明白他的表情 他心里存着最后一丝稀迹 他脏了身子 兴许苏清云会为了苏家的颜面 而选择给他遮掩下来 那样的话他或许还有一条活路 苏大人 小侄请您重诚这女人 命运在听到男子的话的时候 就想把刘氏给拍死 他生生忍了下来 铁青着脸色对苏清云拱拱手 这女人如此恶毒 这一次竟然敢这样陷害苏小姐 若是留下只会成为祸害 请苏大人切勿不要心软 楚臣也上前一步 面无表情地看着苏清云 我不管你对他是个什么态度 今日这女人竟然敢算计我外甥女 我楚臣就不会如此轻易善罢甘休 若是你护不了锦儿 我今日回去便去求娘亲 把锦儿接到我楚家居住 族仆也一起顺道迁去楚家 以后便更名唤姓 叫楚木锦也不无不可 大哥 楚臣面沉如水 丝毫不让 苏清云叹了口气 哭笑着 看着咄咄逼人的宁欲和楚臣 刘氏身为主母 却容不下我嫡出的孩子 就是单单这一条 我已经容不下他了 大哥只管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给大哥 一个满意的答复 老爷 您不能这样对我 刘氏苟急跳墙 口不择言 只能拿最初的恩惠说事 当初您上京赶考的时候 家里连锅都接不开 若不是我刘家相邦 老爷哪有今日的成就 老爷就是不看僧面 也该看佛面 自从嫁到苏家 我兢兢业业 上孝顺婆婆 下亲代奴婢 就是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呀 够了 苏青云大手一挥 打断他的滔滔不绝 严肃的面容 让他看上去十分的威严 若不是顾念着这些 你以为我会容你到今日 刘氏身子一晃 瞬间绝望的瘫倒 老爷 他最后含着一丝稀计 看向苏青云 老爷这些年容忍我 只是为了这些 难道半点都没有对他的爱吗 他们夫妻也做了这么多年 他以为楚柔死了 他的心就会放在他的身上 这么多年了 为何他就是暖不热 他的心呢 你以为呢 苏青云伸出手掌 恨不得掐死他 如果不是他 如果不是他死死的八戒母亲 如果不是母亲以柔而胁迫他 他怎么会纳他这个毒妇 我只恨不得 我只恨不得不曾出现在云州 那样就不会遇到这个女人了 刘氏死死的盯着苏青云的眼睛 却没从中看出半点软化的迹象 刘氏无力地垂下眼瞼 就在这时候 忽然有人执着火把 从山下冲了上来 是宁王府的人 世子 有一个老者如今在山下要上山来 说是云州来的苏家族里的长老 这个时候 那人可有说旁的什么 他说接到太父夫人 寄到云州的信件 说是苏家大姑娘 得行有亏 特地来肃清家族 众人一听哪里还有不明白的 这分明就是陷害了苏木槿之后 怕苏青云袒护 把他失真的消息压下来 所以才特意请来了族里的长老 只要族里的长老出面 就是苏青云官再大 再想袒护苏木槿 都绝对不可能 一族的长老 就是一族的权威 就是皇帝也断断不能插手旁人家族的族内之事 他分明就是要把苏木槿往死里整 有这样一个恶毒的绎母 也不知道苏家的几个敌触的孩子这些年是怎么活下来的 命运带来的暗卫们都对苏木槿姐弟万分同情 楚家的人则是痛心 无事当即泪流满面 可怜的孩子 他们家的外甥女竟然受了这么多的苦 可怜的是竟然还没有人撑腰 要不是这一次厨服里刚好赶到了一起 若不是刘氏的计划从中出了插错 是不是柔儿的血脉就要从此断绝了 初称侯间一阵血腥气上涌 当年妹妹年幼的时候 爹爹朝中事忙 娘亲身子虚弱 可以说妹妹是他们兄弟五人一起带大的 说是兄妹 实则他们兄弟几个一兄一父 柔儿人都不在了 他们兄弟几个竟然连他的女儿都保不住 楚臣又羞又愧 日后若是到了九泉之下 他有何面目见柔儿 死死地咬住牙关 楚臣目露寒光 苏青云 今日你若不处死刘氏 我楚家绝不善罢甘休 命运面色阴沉地盯着跪在地上的刘氏 忽然唇角站出一抹残忍的笑来 哼 去把长老请上来 他非要让刘氏知道自作孽不可活的道理 树上的楚离忍不住 为这恰到好处的时机拍手叫绝 哈哈 这就是你的后招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哈哈 妙 苏木锦淡笑不语 刘氏并不信任秋月 可是他身边又没有能帮忙办事的人 所以他用秋月的同时也防着他 上次让他出府去寻刘广 却没有告诉秋月是什么事情 当时他从秋月打他来的消息 就猜到刘广一定是派人去云州请长老了 当时他就已经开始怀疑 秦瑟当然没有把这条消息说出来 故意隐藏了下来 等的就是这一刻 他已经懒得再看刘氏一眼 时至今日 他已经彻底没了活路 再也成不了威胁 害人者 人横害之 他也早就该想到 会有今天的下场 长老很快就被请上山来 老者十分苍老 须发皆白 有些像道观里修针的师傅 身形十分消瘦 一身宽大的袍子穿在身上 显得有些空荡 精神却很好 一双眼睛丝毫不显老态 一翼生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